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北市議員 議員之 大家好 还有我们今天的庶民代表 大家好 好 那么在线上呢 我们还有在高雄三民区的 黄毅玲医师会今天 跟我们一起来连线讨论黄医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毅玲医师 好 我们要谢谢黄医师加入 我们等一下要来一起讨论 登革热的疫情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真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在今天传出的最新消息是 目前总共是已经来到了 27例的本土登革热的病例了 那么新增加的两例 还是在三民区 那么事实上呢 云林县在本周也新增了一例 是从印尼回来发病的 境外移入个案 现在看起来 整个登革热疫情 正在逐渐的升温当中 包括邻近的高雄果菜市场 在周边有连日地毯式的防疫 并没闻指数 似乎是稍微下降了 在上午的时候 韩国瑜市长也前往了安吉里巡视 现场来听里长的陈情 最主要就是因为现在说 是不是已经三名里要hold不住了吗 真的是疫情相当的严峻 在这样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也想知道的就是说 那5300万的防疫补助款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下来呢 我们想请教一下原职 事实上因为我们听到了 原本以为说这5300万 马上都可以拨给市府来运用的 但没有想到昨天 我们的议员也告诉我们说 原来还有什么代收代付 不能够使用 因此是必须要补拨预算 然后又要送到市议会来审 是不是非常麻烦 对 现在好像看到新闻讲说 行政院现在只拨了2660万 剩下的部分 好像另外还要再给计划 对 还要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高雄市政府当然希望说 这是救命钱 你钱赶快给我们 那个行政程序 我觉得一般观众朋友 也觉得很复杂 但是重点是说 在登格勒这件事情上面 中央跟地方有没有一条心 那才是重点 我们可以看到韩市长 其实很认真的 一直想要解决登格勒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这个机关署也有警告大家 4年一次疫情可能会大爆发 而且连续两年都已经暖冬了 所以今年有可能 他的疫情是会高出以往很多的 甚至于在2013 2014 2015 那几年登格勒兵有到1万多例 如果今年的病例出 跟那几年一样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韩市长才会这么紧张 希望中央赶快把钱拨下来 但是当初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 客客气气的去跟孙政昌要这个钱 孙政昌那时候感觉是说 我们已经拨给你说1000多万了 你自己钱都还没有用完 又来跟我们要 后来甚至剪一个影片 把它形塑成说好像草包 好像你自己不懂怎么用钱 你搞不清楚状况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实际上 都不是如此 他一开始还讲说 你们自己有二倍金为什么不用 结果高雄市说我们有用 然后高雄市議員还说你用太多 所以韩国瑜伽市长 现在在防疫的事情上面 做什么都不对 中央都有意见 我们现在不管 之前事情就算了 现在既然你们已经把球 做给陈其迈了 已经让陈其迈来宣布说 这5300多万都要给高雄 赶快给 不要在这种小事情上面卡大家 因为这个是救命钱 如果双方要政治操作 我觉得挑别议题 在登革二上面 大家应该要一条心 其实观众恐怕会觉得很复杂 听不太懂 到底代收代付跟变成 好像统筹分配款的方式 来运用到底有什么不同 这算不算是一种卡涵的一种技巧 为什么代收代付是不是 是比较快可以拿到钱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程序上面的问题 都可以跳过这个程序 包括之前苏贞昌为了要卡涵 还讲说我没有补给你 是你公文没给我 没有办法给你 实际上 韩市长在行政院院会 只要获得苏贞昌的同意 他很快公文就会给他 可是你还没有同意的时候 我们不会给公文 他好 没关系 既然你要求公文 面子给你 理直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他公文很快就补了 其实对我来讲 或对一般的观众朋友来讲 对一般的市民来说 这都是程序 程序都是很好解决的问题 重点是你中央有没有要给钱 你有没有在登格勒上面 希望帮助地方 像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程序在当高雄市长 赖清德当台南市长 当高雄台南发生 疫情倒爆发的时候 国民党政府很快钱就给了 甚至给超过相信好像1亿 那么多的钱 那时候有去计较公文吗 有去计较什么代收代付 或者是一些程序 一定要给计划来给钱 没有 问题是赶快把问题解决来 是重点 所以一次到位其实没有这么难的 对 只是看你想不想要让他一次到位 而已 对不对 我们要连线给我们高雄市三民区的 黄毅玲医师 黄医师你在线上吗 你好 我在线上 黄医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登革热 又传出了最新的案例 又增加两例了 也是在三民区 那么您就在三民区在地的观察 是不是如同卫生局说的 这三民区疫情看起来是不是有点 好像hold不住了 因为今天最新的安吉里又变得比较远了 其实是这样 我们今天有看到韩市长跟我们的卫生局 環保局的这些官员有去做视察 刚好我的房东 还有隔壁邻居好几个都在市场里面工作 所以我下午等他们回来说我问得很清楚 其实流动摊瘫就在市场旁边 那个侧门的旁边 这侧门旁边有个叫姚山街 其实这感染的人是住户 他在卖那个餐具 所以我们尽管局人是怀疑是不是 流动摊瘫带来的 也就是说他应该不是住户这附近在流行 一个早上一大早就是很多的 这个所谓火菜市场要批发那些人 或是买卖那些人要进出 很多没有吃早餐都会在那边 简单的使用那些所谓流动摊瘫的一些 准备的一些食物 他同时当然有卖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那一块土地 是我从小在那边长大的 因为我务农 我在市场其实就是原本我们家的土地 被市政府征缩去的 所以那个土地我非常熟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从这个顶字头那边开头 换到我们是安字头 大家知道安字头就是有安吉安发一大堆安东 那这个是一个开始 那昨天下午已经讲到其实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有很多流动摊贩的地方 而且是行之有年都是流动摊贩在这里 对 早在陈菊市长的时期 这边就有很多的流动摊贩 对 那是要供应早餐给这个火菜市场 南北货人批发的那些人进出人使用的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固定 那我也刚才问得很清楚 大概通常 大概晚上12点开始就有人在做生意了 在准备备货 所以一直到忙到大概中午12点一点 就大概都消散了 尤其是它的流行的 就是他们集中最多的时间是早上 大概4点到早上大概10点 这是他们最多 那人很多 因为人的进出其实量非常的大 而且你没办法控制人从哪里来 对不对 所以恐怕在这个地方 就比较容易变成一个 导致这个疫情传染开来的一个地方 不过我想请教一下黄医师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 中央就曾经有曾经 把这些补助馆拨给高雄市 来运用做在防疫的方面 那您可以看到这一次 好像看起来5300万 目前似乎还没有完全到位 您了解这个事情吗 我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的 在为了一些政党的利益 也不管这个所谓 我们高雄市民的事火 我可以这样讲 这个卡汗的行动 除非是白痴 谁不知道他在卡汗 没有人这样给钱的 你也知道 一旦有登科洛发生案子之后 他是整条街都要喷洒 所以我今天问了一下 他整条街都喷洒 果在市场全部的贪汪 都不能做生意 所以他想得太简单的 所以以为那个钱是够不够 我跟你讲 三年前就是刚刚我们 那个业元之一人说的 我们在三四年前 我们经常为了被喷上 这个登科勒的 这个防治的那些药 我们几乎都没有办法工作 像我诊所一喷 我大概两三天都很不舒服 为什么我们要把 所有的墙壁 器械 连病例我们都要封存 为什么怕他喷了以后 那粘滴滴的 连地板都不能走路 所以你们不知道 我们高雄市民很可怜 尤其陈局实在太多次了 只要一旦得到那一户的旁边 至少50公尺的户 住户都要喷洒那些药品 就是那个烟雾状的东西 反正我也不到请 我们这样谢谢黄医师 告诉我们在地的观察 事实上确实如此 一旦如果说 这附近邻居 有人得了登革热的时候 对周遭的影响 真的非常的大 我们要请黄医师 在线上先稍候我们一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为了因为这个登革热疫情 看起来在升温 因此他决定 这一次在高雄的最后一场的 挺寒的一个造势大会 是决定要取消的 我们在场 今天也有好几位的庶民代表 原本都打算要到高雄去了 对不对 但听到了这个封关场被取消 现在变成新竹是最后一场 所以三位是不是这次 都打算要到新竹去参加 对 没错 对 包括像是这个 我们土包子志工团的总指挥 这一次你有打算要 去到新竹厂有什么计划吗 没错 这一次我们一定还是会到新竹厂 我基本上从凯道一直到新竹厂 每一场都有参加 这一次我们会有公益摊位 我们会发5万面的旗帜 还有5万张的帖子 就是要希望力庭韩国瑜市长 有这个所谓的营收 是要拿来做公益的对不对 营收 营收有公益摊的部分有 对 公益摊的部分 我们另外有自己 还有自己的摊位 是 辣椒姐好像也有打算要 带着您的辣椒去 和在地人分享 还有饼干 还有糖果 我下礼拜刚好要去医幼院 所以也刚好高雄的这场 肇事的没有 我刚好可以参加医幼院的慰问 刚好新竹厂是可以去的对不对 我新竹厂一定会去 一定会去 对 一定会到 对 露露姐 我们台北韩粉团这边 是有多少人报名要到新竹去 有 我们有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韩粉 就是我们自己的组的团 从高雄到 从上次韩国瑜高雄 选上市长的时候 我们去过 然后这一次我们也一定会 台中我们也去了 然后这一次我们也一定会 一定会再去挺他 一定要挺他 而且我希望 我希望能够召到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一起去 因为天气实在太热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 还要跑到那个 其实台中那一次 我真正的体会到 人挤人 人贴人 可是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礼貌 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亲切 都 你说对不起 没关系 而且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你可以感受到 大家在现场的热情 对 完全跟你看电视不一样 其实我们的庶民代表 都很热情的要到新竹 去支持韩国瑜市长 但是我想回头来请教一下 我们的黄医师 因为黄医师 您的家族可以说是长期挺绿 在过去甚至是一度 好像您似乎原本打算有意愿 要来参加民进党的一些初选 对不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回来之后 要请黄医师来和我们分享 您自己的心路历程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我们在线上专访的是 高雄市三民区的黄毅玲医师 黄医师 你好 是 黄医师 您这个之前告诉过我们 您受到了韩国瑜市长的感动 因此现在非常支持韩市长 才会在这一回站出来 帮他把这个登革热的一些实话 告诉大家 但是其实您的家族 是长期挺绿的 而且过去您好像还有一段 曾经是想要代表 来参加民进党的议员的党内初选 但这场选举反而让你决定 不要再支持民进党 怎么会这样呢 我昨天有提到就是 谢市长当时为了水要改善 水我其实研究很深 所以有当时我发表文章之后 有谢市长来找我 所以我就一直投入他的阵营 他当初我们是个 帮他最大忙的 这四位一届的朋友 当时他都有请我们 当第一届的卫生局长 但是我们四个都晚去了 后来推荐这个陈永鑫 所以我一直当顾问 甚至我当他的南部三线市 就是高高品 高高品对 三线市的空气污染 跟水污染的主任委员 我一直都从事这方面的问题 我其实也没有很有兴趣 因为虽然我的博物 我的舅舅 我们家很多人是市议员 甚至我们跟议员关系的话 其实算是大家族 可是我对这个 因为我是一生 我们其实工作也轻松 得到社会上肯定 所以我对他没有兴趣 是因为谢唐廷当市长的时候 他跟林永坚副市长 我们经常开会 因为我是顾问 有几十顾问 在开会他们就有劝说 我去选择市议员 后来我们经过高雄市市市 市市就建筑师 律师 还有我们的建筑师 医师 四个师共同推荐 是大概这20年来第一个 我当时被推荐 可是您当时参加了 这个党内的初选 您看到了什么 所以我后来就参加党内初选 因为我们谢市长有跟我讲 加时我能够成为 他的此地逼的话他更好 就是他通过电话 跟我讲过很多次 因为那时候他是党主席 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参加初选 初选其实那一年 我比较运气不好 我也很兴趣没有选上 很多人说没有选上会生气 我都没有很高兴 因为当年有四个国代 因为那时候国代刚刚退下来 那时候万里国代被废除 那国代就退下来 在上面去就有三个国代去选 其中还有一个高兴的先言 就现在常常上电视的 我们前市议会的议长 他也在这个去选 后来我选取结果是最高票落选了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大的事实 这是从那时候我就开始 也很厌倦民进党 因为我们在出选那时候是人民团体法 我在选取出选的时候 很多人的党政都是被这些候选人控制 他们生了很多的党政 因为我在挂布条的时候 那是在进行馆 那个有楼梯 我看到很多人的党政后面都有钱 我甚至还看到他们掉下来 党政后面有钱 对 所以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剁去了黑金 还发生在另外一位政党 所以我马上去警察局检局 他说这个人民团体 那时候没有选取罢免法 没有选取罢免法 所以这个是人民团体法 所以他没有规范 所以他没有接受我的检局 我真的很失望 还好我真的没有选上 就是这样我就离开了政党 其实我也没有进去 我两个月而已 我选两三个月就没有选了 大概是这样 好 我们谢谢黄医师的分享 事实上这也是黄医师 为什么现在看到了韩市长 非常努力清淤 认为他情政爱民 所以转向来支持韩国瑜市长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谢谢黄医师的一个分享 我们想要请教一下盛梅姐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时候 初选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看到某一些事实的真相 或者是因为初选太激烈了 结果双方的支持者 就没有办法团结了 其实今天这两天 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 送送CP竟然最后还是 走上了分手一途 但是他们分开之后 包括了庞大的财产该怎么分配 包括了两方的支持者 接下来在网路上 不停的谩骂等等 都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 现在最新的一个数字 突然一下支持度 又下降了10% 就像送送CP的分手一样 如果说这五个初选的参选人 最后没有办法团结的话 恐怕对国民党会造成很大的危机 是 从昨天开始 其实韩粉就非常地伤心了 韩粉分两种 哪两种呢 一种是韩剧的韩粉 所以刚刚云一已经讲了 这个双送离婚这件事情 韩粉很伤心 但是最伤心应该是他们两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人一宣布他们离婚 就有广告商跟他们求偿 现在为止是将近台币一亿 但是这个一亿还在往上攀升 也就表示美好的婚姻 这个双送的童话幻灭之后 你接下来要面对的 就是不断地被广告商求偿 这样一个状况 金钱的求偿也就罢了 但是另外一批韩粉更伤心 什么韩粉呢 当然就是支持韩市长的韩粉 为什么呢 朱立伦已经跳出来说了 其实这一段时间呢 国民党正在面临党内初选 照理说要大团结 可是就是有人不听这个话 结果现在整个民调显示 支持国民党的支持度下滑 下滑10%是非常大的 这是第一个危机 第二个危机呢 因为今天这跟连续剧差不多 自从因为郭台铭董事长 一开始大家叫他果冻 对不对 可是这几天我看到好多人 都叫他戳戳 郭戳戳 提到他 因为我做过记者我也害怕 因为他会伸出异扬指 这样戳 这也是我做记者到现在 没有遇过新闻队 像会这样子 就这样出你的 因为这种动作是一种蔑视 也就是说我就是 对你是有一点这样 这样的一个动作 戳这个中天的记者之外 今天又有最新的了 因为郭董事长就说 其实我跟你们讲了 他又开始骂媒体了 现在就有一种假摔 意思是假摔然后毁锅 这个是哪里来的名词 他意思说这几天 他跟中天也好 跟中视也好 跟中天的记者之间的这些不愉快的 其实都是对方做的假动作 各位我要提醒大家 这就是在撕裂国民党 为什么呢 郭董事长为什么不断要抨击这个媒体 各位你们都忘记了 他之前抨击媒体的时候是说什么 他之前说韩市长是他铁打兄弟 对不对 结果他不就讲说 其实韩国瑜根本就是被这个媒体绑架 有没有 好 我现在帮大家解读 他不断的抨击这个媒体 是向装武剑意在配工 他真正要修理的根本不是这个媒体 他要修理的是韩市长 是他的兄弟 请问你不是说铁打的兄弟吗 铁打的 就是用铁打他妈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现在正在进行党内初选 如果你现在 还没有开始接到电话的时候 就已经割裂成这样 就分裂成这样 人家双宋离婚 不过就是童话幻灭 你现在这个戳戳锅 不断的去打这个媒体 其实要修理了另外一个候选人的话 我必须讲 这种再分裂下去 国民党的笑话 怎么何时才能灭 接下来 过去你们笑民进党 抢了菜摊 丢了江山 对不对 结果现在 你们自己的初选 都还没有正式进行 现在这个笑话不断下去的话 我真的担心 你们真的想要抢回江山吗 党内互打真的不要钱吗 其实党内互打的代价 恐怕会非常大 原汁一定也很烦恼 但是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要来看到的是 真的是黑韩无极限 各种的招数 包括了现在 WeCare高雄要站出来 罢免韩国瑜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说明大头家 韩国瑜市场 现在是各方的剑靶 大家都要想办法来黑韩 那么事实上 包括了朱立伦 她在接受中时专访的时候 也提醒说 其实蔡总统很会运用执政资源 敢用很招 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比方说像是哪一点呢 像是今天的最新的新闻 教育部已经发函 提醒各个大学了 新学期的行事例 请大家一定要早一点结束 因此9月9号就要开学了 要在1月11号之前 让大家通通都可以回去投票 似乎是 看看希望年轻人的投票率 能够充高 不知道对谁比较有利 我们要来看到的这个是 WeCare高雄这个团体 现在出招了 说要来罢免韩国瑜市场 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 他叫做前高雄的 这个文化局的局长 叫做尹力 他就是这个WeCare高雄 幕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我们请袁芝来告诉一下大家 这个罢免的这个事情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的 袁一 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的公民歌草行动 和WeCare高雄 这两个号称是公民团体 现在要开始罢免韩市长 但是这两个是公民团体 他的动机单纯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谓的根据公职选办法的规定 公职员其实罢免 他有一定的程序 你就任一年之内 是不能罢免的 换句话说 他必须要到 今年的12月25号 才能启动这个罢免的程序 还非常久 还有6个多月 而且他的程序是要 必须要三个门槛 第一个门槛 必须要达到选举人数1% 就是2.3万人 才能够提案 第二个是连署的门槛 要到选举人数10% 也就是要达到23万的连署书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阶段 要选举人数1%同意 也就是57万票 才能够罢免成立 我们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既然还有6 7个月 你为什么要到 现在又要开始 启动这个程序 明明是12月25日 26号才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他就开始 要大家风风火火的 一起来填这个罢免书了 这个用意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这是一个假罢免 实际上卡罕选总统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讲说 WeCare是一个公民团体 实际上他背后操盘者 就是原因刚刚讲的引力 引力是谁 引力就是成局的大将 他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就辞掉了他原来的 文化局长这个工作 就成立了WeCare 假装以公民团体这样的包装 去帮陈其邁 办了很多造势活动 形塑一种 中间的力量都在帮陈其邁 好像大家一般的民众 都在帮陈其邁 很讨厌韩国瑜 就是用一种假中立的形象 在做包装 现在的罢免行动也是一样 假中立 所谓的公民歌草行动跟WeCare 不就是同一批人吗 他们不就是民营党吗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现在他们就想要形塑一种 所有的人都在反韩的 这样子一个形式出来 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 在做罢免还要达到 另外一个意义 就是过去输给韩国瑜的 这群人现在非常的愤恨 很难过 食不下宴 他们要找一个出口 他们要找一个目标 所以当他们启动 这个罢免程序之后 他们就觉得我们人生 有了奋斗的方向 就是我们可以来罢免韩国瑜 好棒棒 就可以充满了动员的能量 所以其实他们就是 最主要就是要砍韩国瑜 让他不能选总统 同时间让自己找到一个 同文城可以取暖 早一点开始起跑这件事情 除了他们有一个 人生奋斗的目标之外 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 因为现在刚好国民党 正在初选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提早做这些事情 不断的就开始会有一些 对韩国瑜比较不利的新闻出现 对不对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WeCare他为了要罢免 或行说韩国瑜是个草包的形象 他在他的粉丝团上面 也PO了很多 似是而非的照片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他们就PO了一个 地下雨水下水道的书菌照片 然后就说你看韩国瑜 就是把旁边的石头 跟这边的石头全部梳到中间 然后说好像过去花妈 都没有在清水沟 然后你说你看 韩国瑜就是故意在黑前朝 但这个就是一个假照片 他只是其中一张照片 不代表花妈过去 真的有在清下水道 所以大家可以看他们的粉专 都充满了这样的似是而非 为了罢免 然后他必须要找到很多理由 说韩国瑜做的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那里不好 就试图去影响韩国瑜的选情 我觉得他们的动机就非常清楚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用被他们骗 不过他们现在目标很远大 说要拼能够在1月11号 跟总统大选同一天 让大家来投票罢免韩国瑜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明年投票是1月11号 他实际上可以启动罢免程序 是10月26号 大家可以算算看 这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的时间要达到 提案的目标 联署的目标 然后参加投票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吃人说梦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骗大家 我们有个奋斗目标 我们要在投票的时候 同时间来罢免韩国瑜 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骗人的 不过他这么早就开始收 这些所谓的联署书 说就要平30万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些的目的 我们来看一下顺美姐 你怎么看所谓的公民团体的行动 其实连陈水平也看不过去 陈水平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不也就讲说 霸霸霸霸到哪里去 霸到天上去了是不是 各位不要小看罢免行动 一来当然罢免的门槛很高 我不认为会过关 但是这个罢免行动是扰民 是不是要去签这个连署书 你是不是要一直宣传 然后我认为他主要的目的 就是刚刚议员讲的 也就是要摧毁这个政治人物 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看我现在很多人都要支持我罢免 还有号称说脸书上有10万人 我是不太相信 第一你说10万人可能有些年轻人 他会上去听听你们讲什么 但实际上要罢免的时候 你要交出你的身份证件 你要亲自去联署的时候 能不能达到这门槛 现在还不知道 更况只有6个月 今天还有人在脸书上 这个人本身还是韩黑产业链的 他们都看不过去的说 韩市长才做6个月 现在就发动罢免 这对他会不会太不公平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其实它的正面的好处就是 没有关系 你做这些政治动作对不对 你又来毁灭韩国瑜对不对 你只会更让韩家军团结 因为内外都太多人在打韩国瑜了 这会让韩家军认为 这个非常时期 我们更要团结 更不要让这些人得逞 路路姐在后面点头如捣算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之前的黑韩新闻 现在似乎是已经证实 根本就是一场乌龙爆料了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头家 黑韩产业链 黑韩无极限 但是这些爆料 这些黑韩的资料 都是真的吗 最近就有一桩又被证实 应该就是一个乌龙爆料了 我们来看到 您还记得他吗 也就是我们的 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 先前他跳出来 讲得好像煞有介事 他说有一个 跟韩国瑜交往十几年的 王小姐和韩国瑜之间有私生女 但是现在最新的周刊报道 要告诉大家说 北柬的约谈 似乎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没有错 大约是在一个多月前 当时韩家军正要上凯道 进行造势的前夕 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 吴子佳先生 他也算是媒体人 当然也算是名嘴 他是用挤牙膏的方式 一点一点的爆料 他一开始爆料的时候 是说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有一个外遇的对象 是新庄王小姐 先讲了这一点 但是你莫名其妙 丢一个新庄王小姐 谁不知道 对不对 媒体疯狂的在讨论 而且他很厉害 他丢这一点点料的时候 晚上很多的新闻节目 名嘴就开始讨论 都好像自己认识 新庄王小姐 是吧 第二天 吴董事长在爆料 他说不只是外遇对象 还生了一个小孩 现在连小孩都生了 是个私生女 而且韩市长 还给了这一对母女 一千万的生活费 甚至于他在新庄的房子 都是韩市长买给她了 这是第二个料 那天晚上所有的媒体 又开始起舞 又开始讨论 你们好像住在人家家里面 就跟这个嘉芬姐讲了一样 我们家好急 一个晚上之间发现 大家都住在我家 每一个人都有电影 你们都认识我们家的人吗 对不对 到了第三天 吴子佳董事长又在爆料 他说我告诉你们 李嘉芬生气了 他晚上 严刑拷打韩市长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韩市长生气了 你又爆这个料 好了 韩市长一开始 爱与包容 想说这个名嘴 他有他的言论自由 后来实在受不了 因为伤害了太多人 韩市长提告了 提告之后 你知道第一时间 吴子佳说什么 欢迎来告 我所有的证据 会摊在法庭上 那个时候 大家就要来看 好啊 欢迎来告啊 一个月之后 检察官调查之后 我觉得这个吴董事长 你这样子一个爆料 你知不知道 你害了多少人 因为当时 有关新庄王小姐 我现在帮大家整理 新庄王小姐 根据吴子佳 以及其他的名嘴爆料 是说有一个私生女 接下来 各位记不记得 桃园的一个议员 还直接公开了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还说根据脸书上 这个家缺了一个男主角 你们都好厉害 跟变故事一样 都知道人家缺了一个男 把人家的照片还拿出来公开 有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接下来连我自己的line或脸书上 都有人贴了一个女生的照片 就说我告诉你们 抓到了 这个就是新庄王小姐 也就是现在 你在这个位置 这个短头发 这个女生 你看到了吗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整个故事的来龙去买 第一 所有的爆料都是乌楼 我先讲 有新庄王小姐 这个王小姐不堪其扰 因为所有人都对她 头以异样的眼光 你知道她有多可怜吗 她还带她17跟18岁的 儿子女儿去验DNA 人家都长大了 你现在要人家去验DNA 然后拿给检察官证明说 我的儿子跟女儿 是我跟前夫生的 真的情何以堪 这就证明 我的孩子跟韩国瑜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跟韩国瑜也没有什么私交 新庄王小姐说了 人家只是跟韩国瑜一起 打过牌 就是个牌卡子的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问 有一些媒体人 公布那个照片 刚刚讲短头发照片 跟那个小女孩怎么回事 根本就是乌龙 新庄王小姐的姐姐 叫王可莉 好 观众朋友 所以这个短头发的女生 有没有 短头发的女生 的确 因为你们已经公布人家的照片 真的也真的很可恶 那个照片里面 不是新庄王小姐 是新庄王小姐的姐姐 叫王可莉 再来了 对 有一个小女生 你知道那个小女生是谁吗 是这位王可莉小姐的外孙女 你们可以这样子移花揭幕 这跟什么私生女 有什么关系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公布这个照片之后 虽然现在我们把它打了马赛克 很多 我看到很多一些绿营的人 不论是支持者也好 民意代表也好 就直接把这个 短发的这个照片公布出去 人家 人家就算出去洗个头发 人家出去买个东西 所有人指指点点 你们知道吗 等于是被污蔑清白 那很多人当然 私生女这指控多严重 很多人当然会问一件事情 对我们婆婆妈妈来说 我们被人家说 跟人家有私生女 这样子的事情能够被接受吗 而且我要什么做 那个新庄王小姐 只是就跟韩国医生 可能打个一次麻将 然后你们就这样子 把我们整个家族给毁了 这是抄家灭族式的抹黑 我真的想讲 这个吴董市长还有这段时间 不断一直讲什么私生女 跟人家很熟的这些媒体 请问你们现在要出来 怎么跟人家道歉呢 是不是 那我最后讲一件事情就是 韩市长都知道来龙去脉 他只是提告 你有没有发现 他都没有讲任何话 因为韩市长的个性 很在乎家人跟朋友 他真的不希望他的朋友 只是因为认识他 结果受到这样的打击 真是情何以堪 打了一个麻将之后 对 就照片被人家到处散步 不是 打了一个麻将之后 还要带自己的小孩去验DNA 台湾的选举怎么能到这种地步 我跑国民党去20年前 20年前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20年后 竟然叫人家一个不相干的 只是人家的朋友 然后他要带着他的小孩去验DNA 他要怎么跟他的儿子女儿解释说 儿子 女儿 我们现在去验一下DNA 证明你们爸爸不是韩市长 太过分了 这种已经不是抹黑了你知道吗 所以当时讲的好像一副 他手上什么资料都有 而且欢迎来提告 结果真的被告了之后又是如何呢 接下来 因为当然我今天讲的这所有的过程 主要是因为检方并没有公布 他最后的调查的结果 因为我要强调 因为侦察不公开 我们要尊重检察官的职权 我相信在很短时间里面 所有事情都会有他的真相 这个部分我刚刚提到都是今天媒体的报导 的确因为吴子佳董事长已经出庭了 然后王小姐她已经出具了DNA检查的结果 事实可以证明就是没有任何关系 一定会还韩市长清白 只是我想问各位 就算最后还了韩市长清白 我要问各位 如果吴子佳董事长是在接下来马上要民调的时候 讲这件事情 你说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 然后检察官最后还这个当事人清白的时候 来得及吗 来不及 伤害已经造成了 但是这吴子佳董事长 他好像当时说的一副手上有资料 但是后来到了检察官这边 似乎他的说辞是不是又有不同了 没有错 因为在韩市长提起告诉的时候 然后吴子佳董事长我记得他第一次去上法庭的时候 要接受检察官征讯的时候 他还信心满满说 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们 我手上的资料非常的重要 到时候检察官征讯的时候 我都会提出来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记不记得 吴子佳董事长已经被告很多次了 而且是屡战屡败 屡败又屡战 所以当韩国瑜市长 告吴子佳董事长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其实你们都误会了 我前面这个官司会输 是因为我要保护我的重要的线人 所以我证据没有拿出来 我是为了保护他们 所以我才会输了 请问这一次 你又拿出什么了 然后他又非常信心满满说 没关系就传王小姐 很好 检察官传了王小姐 王小姐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 结果王小姐这个证据 马上就打脸了吴子佳董事长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检察官起诉之后 这可能就要判刑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 又是一场的乌龙爆料 对于我们的婆婆妈妈 辣椒姐刚刚好像对于这个新闻也是 太过分了你知道吗 把一个家庭给毁掉了 不止一个 两个家庭 韩国瑜的家庭 还有王浩杰的家庭 还有他姐姐的家庭 我觉得是三个家庭 全部都给毁了 你这样子 这个叫选举吗 我觉得我真的是看不下去 我们身为女生 这个敏捷 还有全部给他这样子 一次一次的这样打击 你吴子佳请你出来 把他说明白 然后大家来评评你 到底是怎么样 选举需要这样吗 抹黑抹到这个程度吗 我们土包子制工团的总指挥 怎么看 因为我本身很支持韩国瑜市长 我听到这样子 现在真的是铺天盖地 抹黑 抹红 抹黄 什么都抹 然后这个也没有 他也没有证据 现在以后会不会大家 跟韩市长合照都会害怕 万一有带小孩 搞不好就拿来用了 会不会 你吴子佳有种就要站出来讲 你的证据在哪里 不要讲一讲之后又 又说起来了 对啊 那你是不是应该正式的道歉 对啊 我觉得你要跟所有 包含他的小孩 还是所有被你指控到的人 都应该道歉 对这是需要的 因为这样子实在是选举不能这样选 对啊 不可以说好像搞到黑寒联盟 现在是等于是好像车轮战 消耗战 那我们这样子是不行的吗 为什么不能好好选举 在台湾这个民主国家 打一场漂亮的选战 对啊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行 黑寒的新闻 是一波接一波 最新的消息是 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 报导说有境外的势力 在操控社群媒体 营造对韩国瑜有利的态势 真的如此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说 有境外的势力在操控社群 因此造就了 好像让这个寒流崛起 共同事长韩国瑜 有很高的网络声量 这一件事情在今天 又变成了一个媒体的话题了 不过在刚刚稍早之前 告诉市长韩国瑜 他亲自做了回应 我们来听韩市长的说法 在我去年市长选举之前 我记得媒体上有讲 国家安全局调查局 什么侦测海外 什么网军立专案 到现在已经快八个月了 那选举前 会声会影三人成虎 好像韩国瑜牵扯到什么 境外势力 八个月也没有查出什么东西来 怎么现在又出来这个呢 而且问我 我怎么知道呢 而且不要说捧我的 支持我的 骂我的黑我的 也没有停过 所以我觉得我的看法 是觉得有问题 中央政府 法务部门 就直接进入调查就好了 今天有媒体大篇幅的 来引用了这个 所谓的美国杂志的报道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 这个美国的杂志 有什么黑寒的企图 但是呢 黑寒的新闻 最近真的是一波接一波 尤其是有很多的消息 不断的在各种的 社群网站上面流窜 看起来黑寒的消息 似乎是比所谓的捧寒的消息 还要来得更多 比方说像是 来看到了 这个 这个粉丝团 他po文就说 这个进步要花20年 但是退步只需要半年 而引用的是远见杂志的一份资料 但是这个资料 到底是打到了谁呢 原汁 当然就是打到成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资料实际上 它是2018年的7月份 这个资料就已经收集好了 也引用了部分 2016跟2017的项目 所以可以讲说远见杂志 它是在2018年的 大概2 3月 就向高雄市政府去要资料 他要统整一下 所以这资料那时候 韩国瑜上任了吗 没有 韩国瑜那时候还在选市长而已 那时候是谁执政 民进党政府执政 当然我们都知道2018年成局不在 因为他去 他络跑去当高雄市 他络跑去当总统府的秘书长了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市政下谎不知道 但是绝绝对对跟韩国瑜无关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到 现在民进党为了要打韩国瑜 无所不用其籍 到处捡枪 连这个资料跟韩国瑜无关 都可以去在指示赌篮 这个粉丝团上面po出来说 进步要10年 退步只要半年 好像以为自己很聪明 这样打了韩国瑜 但是不知道说现在有Google 大家一查就知道 到底这个资料怎么回事 选民都很有智慧 像刚刚讲的美国报导说 韩国瑜都是靠什么陆网军 在去年的时候 也有很多类似的讨论 那时候我们也有讲 我们说都是靠陆网军 所以他的声量都是陆网军 堆积出来的 请问一下去参加山山造势 那些人是谁 四面八方来的那些人是谁 都是大陆人吗 所以有一些事情我觉得不攻自破 如果硬要一直要操作 给他扣帽子 我觉得现在选举是没有什么用的 所以说高雄的竞争力 从第八名调到第十二名 但是好像最近才刚刚公布了 这个调查的数据 可是这个资料 讲的明明就是2017年 所以到底在打谁呢 这个就是让人家觉得说 经营粉砖 恐怕还是要稍微看清楚 这些资料对不对 我知道其实我们的小琪 也有在经营粉砖 没错 没错 我们土包子志工团的粉丝专业 一直都是我在经营 那我就想到说为什么其他人的阵营 就是一定要一直攻击 好像不黑寒就没有人气了 就没有人帮你按赞了 对 我们都是一直以来都放正面的闻 从来也不会说去做攻击抹黑之类的 那他们现在就是可能 我猜他们可能也太累了 那些小编要一直找题材 要怎么黑寒 怎么样才有人气才能充声量 对 我就跟你们这些黑寒的人说辛苦了 真的辛苦 希望你们能够再找一点好的题材 不要黑错人 黑要自己人 对 像你经营这个 你的粉砖的时候 你都是尽量放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混账 对 当然是放正能量的 对 那我们不可以放一些那种黑人的吗 就真的是爱与包容 我们要贯彻韩市长的理念 对 我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人都在打韩国瑜 说他施政不利 高雄都没有做好 就想跑掉去选总统 真的如此吗 韩市长在今天 他也是特别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要告诉大家到底这些年来 他做了哪些事情 尤其有一个亮点 也就是说在这个今天也宣布了 其实所谓的爱情摩天轮 似乎真的有补了 因为已经有好几个外国的 包括像是法国 英国 美国的外国厂商 其实非常有兴趣 而且8月份的时候就要告诉大家 这个爱情摩天轮 它的一些细节就会逐渐出来了 我们想请教一下顺梅 其实我们看到不断的在黑韩 不断的攻击韩国瑜 说他的这些市政做不好 是不是也代表对手好像有点没有自信心 很怕韩国瑜变成对手吗 其实很多的县市长都会公布 他们施政的成绩 但是今天韩市长的这一个 施政成绩的记者会 我特别有感 我相信跟我一样特别有感的人 非常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很多县市首长他可能公布 他的这个市政成绩你也听不懂 反正就唱高调有什么什么什么 可能跟你也没有关系 可是因为韩市长他有特别强调 他主打其实就是庶民经济 他也特别强调 他做高雄市长不是去做官 他是做服务业 大家有没有发现服务业 所以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 他直接讲了 他一上任这六个月 他铺了多少马路 135条 他都有数据 有多少的就业机会 然后接下来他做了什么什么 包括清淤泥有多少多少 他那个数据 其实他一公布 其实他不公布之前 高雄市民一定有感觉 为什么 因为这几天 我甚至我也有朋友 在脸书上分享 他住在高雄 我讲一个小故事 他说他的家的门前 那个行道树 因为结果子 那果子会掉一地 他说有一天早上 他实在看不过去 因为这些果子会影响行车安全 所以他就打了个电话 去市政府 因为照理说 这是有些单位要处理 行道树之类的 天哪 他说不到半小时 他有听到车子来 然后他再出去看的时候 果子都不见了 然后那个朋友比较夸张 他直接在脸上说 他都哭了 他说他住在高雄 已经快20年了 过去都没有人理他 这是个小故事 他打1999市民专系吗 这是个小故事 然后半个小时就解决了 车子来 而且他再出去看的时候 果子就清理干净了 那这个小故事 他贴在脸上好多人有感 可能很多不支持人会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吗 就捡个果子 那你来 你来 所以今天当韩国瑜市长 他告诉大家 这半年他做了什么之类 还有一些是 他当时就告诉大家 比方说爱情产业链里面的摩天轮 他每一次讲 每一次大家就修理他 然后甚至就嘲笑他说 你讲讲而已 也没有摩天轮 人家今天讲了 其实他在没有上任之前 他开始规划这个摩天轮的时候 就有外国的厂商要跟高雄市政府合作 在这个合作还没有成型的时候 市长是没有告诉大家 那他今天公布了 有三个国家 他们都很有意愿 他们都想在爱河这个沿岸 能够盖这个摩天轮 这个摩天轮盖好不得了 这全世界都会受到矚目 所以很多国家对盖摩天轮很有兴趣 他今天告诉大家一条一条一条 你有没有感觉 你有啊 其实这对照 蔡英文执政之后 每一次包括苏贞昌 丢出来说 我们现在做了什么什么 你有那种感觉吗 没有 还不如我要打一通电话 然后你帮我清理果树 我会直接有感觉好吗 所以不要再一直批评 韩国瑜市长 说他都做不到 就开始嘲笑他 他每一件事情都做到了 那你们呢 是不是 对 其实比方说 像是一些平均的薪资 对不对 主席说很喜欢公布大家说 我们的平均薪水达到多少了 你有感觉吗 结果大家都说 我怎么比平均薪资还要争低 而且好像跟我们都没什么感觉 你讲的是台湾吗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韩市长 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他真的 他说的话让大家有感 所以这么多人要来支持他 包括像是 接下来在630 新竹的这一场的 韩粉的一个造势大会是 也就是在国民党初选之前的 最后一场了 我们今天的几位庶民朋友 庶民代表 都准备要来去参加 对不对 但是其实参加这一场 这个造势活动 很主要一个目的就是说 希望把大家的 这个向心力聚集起来 因为马上要接到电话民调 对 讲到这个民调 很多人很担心说 这民调到底会不会公正 毕竟大家都看到了 民进党做的民调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听到一些耳语 大家在互相交说 这个民调电话接到了 应该要怎么做 辣椒姐 他 我们互通讯息的时候 他们是讲说 如果是郭台铭 打来的民调的话 你一定要从头到尾帮他听完 你不听完的话 你下次你这个电话你不会响 他不听你的民调了 他就不用听了 我家已经接过两次了 我家接过两次了 你就打电话来 拜票的那个电话要听完 对 要从头听完 你如果说马上听到郭台铭 下次他不会打给你 他不会查你的民调 就是有这样子一个耳语的传说 说如果打来这种拜票的电话 一定要把它听完 听完 对 如果不听完的话 你的电话号码会被删除 就是下次可能不会民调你 可能不会被民调就对了 这是一种担忧 韩粉觉得很担心 所以会有这样子彼此交换意见 有点建议大家打听到拜票电话要听完 从头听到完 然后我们手机的现在在那个 也有民调的那个 你打了以后再传给大家 现在好像灌票灌得很厉害 郭台铭的灌得非常厉害 我今天早上看韩国瑜才2万多票 郭台铭的5万多 这是网路上的一个民调是不是 就是赖的那个大家在投的票 我们年轻人的代表呢 小琪 对 其实现在网路上 还是常常都会做一些民调 然后各式各样的 有时候比例是非常悬殊 我看到最夸张的是一个说做民调 三个就全部人加起来105% 他可能太急了 然后都已经对对对 我看到都有点傻眼 我想说是不是算错了 下面有留言 我头先放的时候也没看清楚 结果是放到105%的 所有的参选人的支持度 加起来是105% 对 目前最重要的是说电话民调 很多人就是说陆续会接到一些 郭台铭的他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 我是觉得目前接到所有电话 呼吁大家 一定要详细的听完 一提一提的回答 对 等到到时候 真正接到民调电话 我们不要马上就回答说 什么非韩不投 什么唯一支持韩国瑜 一定要每一集听完 一提一提的回答 对 露露姐其实在美国三十几年 对不对 三十五年 所以这一次是因为为了要支持韩国瑜 才特别回到台湾吗 讲一句话就是 我们这些华侨在国外 当年也是不得已带着孩子出去 想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给他们成长 然后呢 虽然我们人在海外 可是我们一直心系台湾 所以这次我很想 我很想讲的一句话 就是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的 我们这一代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是在为你们开创一片天 从蒋经国先生以后 我没有看到一个出来选择政治人物 像韩国瑜这样 这就是感动我的地方 所以我支持韩国瑜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所以我是台湾 因为妈妈还在 因为台湾美国两边 两边都有住 然后孩子也长大了 不需要那个 我真的是 我看到网络上的一个年轻人 一个博士 那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博士 他就在讲 他说其实美国强 中国也强 我们在 我们不要对谁对立 我们不要跟那个 这两个大强我们都不要对立 我们要在家共同生 求生生 我其实在这场新竹场 我们庶民大头家 也会到现场来带给您最新的消息 如果您有话要说的话 别忘记到新竹来和我们见面 把你的新竹打赏出来 你一定会去